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让我这个时候举兵入城 就是为一个马永贞吗 爹 您举兵上还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你现在不出手救马永贞的话 将来 你一定会失去一个得力助手的 没错 马永贞 他确实是个人才 我希望我占领上海以后 他能够做我的左右手 可现在事情发生了意外 还牵涉那么多的外国领事 我们在这个时候入城去抢人 名不正 言不顺 岂不是脚跟还没站稳 就先输了一堆强敌吗 爹 你不救他的话 他就死定了 南粹 马永贞不过是颗棋子 我为了一颗小小的棋子 最重要的就是永贞要活着 只要马帮主活着 一切就都有希望 我还是觉得这样做 太冒险了 如果你觉得冒险 那你可以不用去 你 好了好了 那小颜跟小花刀怎么办呢 一不做二不休 一不休 统统救出来 老大 就连镇东邦也一边缠 你怎么在这儿 赶紧把衣服换上 你是来监狱的 难道是来陪你吃宵夜啊 快点走吧 我不能走啊 为什么呀 我走了 会连累大家 他们一定会找你们麻烦的 你以为你不走 他们就不会找 震东邦的麻烦了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只要你活着 一切就都会有希望 你总不想我们都在这儿 陪着你去死吧 大娘还在武馆等着你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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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 师父 师父 马大哥 小颜 小花刀 你没被关在这里 是啊 他们想处死你们三个 当然把你们三个 关在一起了 不要留在这儿 先出去再说 走 走 快 出来了 大哥 有鬼 师父 小宝 别看了 赶紧走快 快走走 快走走 飞燕 不好 快走 站住 马永珍 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不想让你兄弟死 就赶紧出来吧 放屁 四夜和我师父死在一起 师父 你先走 马永珍 好 既然你的兄弟愿意跟着你一块儿死 那我就不客气了 弟兄们 打死一个赏五百 给我冲 冲 冲 来老板 来 老大 震动马友人劫狱 要救走马永珍 什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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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去吧 是 别慌 喝了这杯再说 来 别慌别慌 我早就知道马永珍有这么一手 所以我白家的兄弟 都在牢房外面等了他好几天了 马永珍这次插翅难飞 白老板 可真有你的 真有你的 来来来 大娘 出什么事了 马 马大哥他们该一出来 就被 就被白家的人给劫住了 什么 走 快点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深更半夜的 你带这么多兄弟 你又想干什么 实话告诉你了 是去救我的儿子马永珍 马永珍是杀人重犯 你这样做的话 是犯了王法 王法 这上海滩还有王法吗 走 走 等一下 别动 别动 马大娘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走罗战 你就得罪了 得罪 你得罪得起吗 我被打倒了 又会 没事 忍着点 谁让你开枪呢 上了白家的人 你负得了要走吗 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开枪 是 是 马永珍 你跑不了他 赶紧出来 有这个 时光来了 带有鬼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 走 快走 快 快追 兄弟们 追啊 追 快那 追 快快 带 пры 别动 再动我杀他 在那边 快追 站着 大家不跑啊 快 站住 这边 走 快点 快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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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住 别跑 追 站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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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谁护去开枪 听见没有 快走 快走 站住 快走 站住 站住 快走 站住 你走 老大 我 我 你什么你 有什么话就说 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都怪我 老大 都是我不好 我没能拦住马老太太 让马永珍给跑了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罗湛 甘愿受打受罚 放跑了马永珍 那么大的罪过 你说得起吗 我 罗湛 你每次办事不利回来 都说愿意受打受罚 如果我要真打真罚 你就算现在命不归西 你也早已经脾开肉战了 老大我 行了 这寻补房真有点意思啊 几十号人 每人手上都有一把洋枪 要是真开起火来 任凭他是天王老子 也会被打成筛子的 老大 是寻补房的蒋世光 下令不准开枪 说是怕误伤了咱们白家的兄弟 不好跟您交代 不好跟我交代 他跟我交代得着吗 他怎么不想一想 放走了马永珍 他回去怎么跟赵总寻交代 那才是他的顶头上司 看起来想帮马永珍的人 还真不少 罗湛 是 去寻补房那边 看看赵总寻那有什么消息没有 是 老大 老大 让我去吧 好 我还有别的事 安排你去办 万一罗湛探听到什么消息 把马永珍给我带回来 那也算是代罪立功啊 老大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我现在就去 老大 老大 让他去还不让我去呢 让你去没意思 让他去才有意思吗 你知不知道 让马永珍跑了 所有责任都怪在了咱们头上 都怪在了我的头上 老大 你让我怎么跟梅市长交代 你让我怎么跟那些洋人交代 赵总 我 我什么我 赶快把人给我找出来 就算把上海滩翻个底朝天 也得把人给我找回来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我 廖老樑 房秀 都怪那周 难怪 Оп 是啊 知名 你先别走 娘有话要问你 什么事啊 坐 你和白家的那个罗湛 是什么关系啊 你们俩很熟吗 我和她早就认识 但不是很熟 至于什么关系 我也没搞清楚 其实啊 我一直把她当朋友 因为 我敬重她是条汉子 可是后来 她去五湖帮跟了薛长春 薛长春死了 她又去帮白赖历 五湖帮和白家 一直和我势不了力 所以 对了 娘 您为什么问这个 是什么事啊 昨天 我带着兄弟们出来的时候 正好碰见罗湛带人躲在门口 后来虽然交起手来 但他还是帮我躲过了一劫 还故意让我挟持她 故意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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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被发现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马特哥 咱们被发现了 有人举报说 看见你躲进了村子 现在村口全是寻补房和白家的人 若一个时辰之内 要不把你交出去 就挨家挨户地搜 还要烧村子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你必须赶快带着大娘 跟兄弟们离开 白家跟寻补房那边 我有办法 不行 绝对不行 你躲 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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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东姑娘 你 冷翠 你这是 大娘 现在已经没时间了 小海 赶紧带上兄弟们 让他们躲到后山里去 那东姑娘 你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没时间了 快点 好 大哥 一个时辰已经到了 那怎么办呢 不是 您说 一个时辰他们不交出马永珍 咱们去烧村子吗 就凭我们三个去烧村子 投案自首了吗 你以为你投案 我就会轻饶了你吗 马永珍哪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们找不到的 你说找不到就找不到 我先把你带走 我看他出来不出来 来人哪 把他给我带走 是 爹 就当我这个做女儿的求你一次 您救救马永珍吧 如果您再不出手救他的话 他真的躲不过这一劫了 要不是刘永吉时回来禀报 别说马永珍了 就连你都难逃过去 冷翠啊 你现在御史怎么变得这么不沉处呢 我把你送到日本去受训 难道这就是结果吗 爹 你相信我 皮亚真的不是马永珍杀的 你看不出来这是白家在陷害他吗 皮亚是谁杀的我不关心 马永珍是不是被白莱莉陷害的 这个事我也不管 我只管我女儿 因为你 搞乱了我整个部署 我们刚刚进上海 各种娱乐压力很大 尤其是租界那边 你给我惹的这些烂摊子 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我哪还有功夫管什么马永珍呢 爹 您就帮帮他吧 爹 进来 大帅 英国领事刚打来电话 希望您方便的时候 过去坐一坐 好了 我知道了 去吧 是 冷翠啊 记住爹的话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第一 要临危不乱 第二 要以大局为重 明白吗 你去吧 我收拾一下去趟领事馆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好 真没想到 那个段冷翠 竟然是段天风段大帅的女儿 竟然是段天风段大帅的女儿 但却没有想到 她来了这么突然 让人毫无准备 不过 我觉得马永珍 不会因此拖难 为什么 段冷翠和马永珍的关系 有谁看不出来 他为了马永珍 连命都豁出去了 段大帅怎么可能做事不管呢 对啊 老大 小姐说的不无道理 有段冷翠在马永珍的身边 这对我们来说 真的很难动的 而且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段大帅故意把女儿 安插在马永珍的身边 如果真是这样 那段大帅一定利用速度 段天风敢把女儿 放在马永珍的身边 那就说明他一开始 就看好马永珍 正因为如此 才有今天的震动帮 难不成 他想助马永珍一臂之力 独霸上海滩 如果是那样 那他也不把白家放在眼里了 这放不放在眼里 我觉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咱们现在要摸摸这段大帅 是什么样的脾气 说得没错 闻名不如见面 既然现在有机会一见 那总该实实在在地 还跟他交几回首 那才能彼此了解呀 老大 可万一他要插手 马永珍的事 段天风有多聪明 我不敢说 但是他应该不至于笨到 连这个事情都来管 马永珍 马永珍现在可是背负着刺杀法国领事的罪名 既然事情是发生在租界里 自然也是由租界里的外国人管 这段天风刚刚进城 自己的脚跟还没站稳呢 他会蹚这趟浑水 上来就先把那帮领事都给得罪了吗 这段天风 这段天风 如果真的要救马永珍 他早就出手了 还用等到现在吗 段天风能坐到今天这个位子 绝非等闲之辈啊 就算他的女儿 跟马永珍的感情再好 他也绝对不会意气用事的 所以嘛 这马永珍 想见段大帅脱身 也没那么容 老大 还是您想的高明 那段老翠 果然是段天风的人 本来以为他是段天风派来的内应 没想到 他是段天风的亲生女儿 想必段天风对上海的形势 已经了入执掌了 没错 包括卢大帅还有卢子乡 应该都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段天风进驻上海 我想这以后 又会有一番新的局势了 这件事情 白莱莉有没有说什么 我看白莱莉表面上很震惊 要说一点顾忌都没有 我觉得不可能 毕竟人家手里握着兵权呢 她的意思是说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先摸清楚段大帅的底子再说 白莱莉是个老狐狸 做事谨慎得很 她自然明白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道理 这么一来 我们之前做的所有计划 都需要重新调整 记声 那上级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指示 我还没来得及跟上级汇报 所以我们暂时先随经应变吧 罗湛 你在白莱莉身边千万要小心 不能露出麻将 男子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觉得白莱莉 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为什么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马永榛的事 他一直觉得 我是故意放作马大娘 所以才让马永榛得以逃脱 不过他没有真凭实据 再说他这个人 对谁都有戒心 不管怎么样 千万不能让白来立起疑心 否则我们所有的情报 都将前功尽弃 而对于你自己也非常危险 我会多加小心的 时间也不早了 我看你今晚就在我家休息吧 面对数据被人看见 招惹什么麻烦 今天真的走不了了 下笛 季生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刚刚路过这里 本来想上去找你的 但是我觉得太晚了 就没有上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看到我了 我不是看到 是感觉到 我刚才在楼上都已经要睡觉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心跳非常的快 所以我想应该就在这里 于是我就下来了 你也在这里 什么时候学的油嘴滑蛇了 我孙继生就是油嘴滑蛇这个病治不好 怎么办 号外 号外 段天风 段大帅进驻上海滩 号外 号外 段天风 段大帅进驻上海滩 快 好了 别说了 走吧 我娘在家里等着咱们呢 我这次来 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什么地方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如今这上海滩 哪还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大娘 娘 冷翠 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 只是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怕是全上海的人 都已经知道了 您是段大帅的女儿 如果你还留在我们身边 留在镇东邦 其一 有损段大帅的声誉 其二 如果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怕是担待不起啊 娘 大娘 我知道 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是我不对 但是我段冷翠可以对天发誓 我从没做过一件对不起永珍的事情 至于我的身份 我是谁的女儿 一点都不重要 冷翠啊 是谁的 你是个好姑娘 你为永珍和镇东邦所做的事情 各位是用心良苦 我都看在眼里了 只是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哪 大娘 одной 这就是你的房间啊 对呀 你打算要把我藏在这儿 我这可是全上海最安全的地方了 就是我爹 他也不会随便进来的 他召 wirklich tastes like 大姑娘 你也不能 comp Peter 也住在这里了 不然你让我住哪儿去啊 这个 都什么时候了 你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了好了 您呢 就先在这里待着 我出去找我爹一趟 他刚进城 还有很多事情要安排一下 你就什么都不要想 哪儿都不许去 知道吗 我知道 各位 我今天来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我段某 既然进驻了上海华界 总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段大帅如今掌管华界 我们在座的 当然是欢迎 欢迎啊 是啊 是啊 白老板 我早有耳闻 是上海滩白家的老大 梅市长啊 现在这样重要的会议 连帮派的人都可以参加了 哦 段大帅误会了 白老板这次来 不是以白家老大的身份来的 而是以华商总会 主席的身份来的 白老板身兼述职 好 能者多劳吗 是曲了吗 是 老板 jeżeli 是 位 本质 proves 第一 是 péri 无 欢迎